圆明会的主任委员一将拔鲁尔 现刊花莲县佐西乡的中平部落聚会所 乡长村长以及部落头目和租人一起来会刊 一将拔鲁尔主委说明 部落聚会所对租人的重要意义 而部落连外道路和部落的救灾防灾 医疗救护通勤救学等机能息息相关 这次核定了两座聚会所的新建工程 而两座聚会所规划设计 以及15件部落连外道路的改善中程 总计补助经费1亿5958万元 圆明会主任委员一将拔鲁尔 现刊花莲县佐西乡中平部落的聚会所 乡长村长部落头目以及租人等一起来会刊 一将主委说明 部落聚会所对租人有重要的意义 部落连外道路以及部落救灾防灾 医疗救护通勤救学等机能息息相关 跟我们这三年核定的这个部落聚会所 总共有46个 我想我们花莲会陆陆细细 完成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布农组 我们各个族群文化传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聚会中心 这次核定两座聚会所新建工程 两座聚会所规划设计 以及15件部落连外道路改善工程 总计补助金被1亿5958万元 刚刚核定了全国大概有1亿6千万的 我们的部落连外道路 永续造勤工程跟部落聚会所 这个部分希望对我们全国的 我们的原住民的部落 会有带动他们整个地方建设的需求 卓西乡除了中平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 也有轮步山联络道路复建工程 路段是轮山部落以及古村部落 往来主要的道路 常常因为好雨导致路面下线无法通行 圆明会之前在107年的7月 补助可行性的评估 这一次补助办理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完成之后 依照成果补助工程经费 办理道路修复 以维护族人行的基本权利